几个女人对张艺苦苦哀求 可是张艺无动于衷 甚至他们提出 会让张艺享受到最高层次的服务 张艺也没有动摇 在大哥和二弟之间做选择 显然还是先保大哥最重要 他不相信一群坤的人性 就是这么简单 张艺手里面的枪巢他们指了指 三个女人绝望之下 只能赶紧穿上衣服 离开了庇护所 三个女人一出去 张艺就关闭了通道的入口 看着他们上半身皮草 下半身黑丝 高跟鞋的打扮 张艺摇了摇头 总比被我亲手打死好些 现在房间里就只有张艺和许昊两个活人了 许昊细入的催眠瓦斯很多 什么时候苏醒都是得未知数 张艺出于安全考虑 一样把他给绑了起来 今天他的捆绑技术提升了不少 而刚刚掌控了整个云雀庄园101的张艺 则是开始研究起 这栋超级庇护所的内部构造 之前没有权限打开的几道门飞 都让张艺给打开了 张艺来到了地下一层的仓库 他很想知道 庇护所里面还有多少物资 来到仓库门前 利用全线钥匙 也就是一张黑色的金属瓷卡 打开了仓库 轰隆隆 沉重的金属门从中间开启 露出了一个圆形的门飞 白色的冷气阴晕了出来 让张艺都不禁打了个冷战 张艺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满地的狼藉 许多罐头盒子被扔到地上 里面的内容物 撒得满地都是 在低温环境下 尚且没有腐烂 张艺穿着雪地靴 慢慢地走了进去 他看到 这是个大概有200平米的仓库 里面的物资所剩已经不多 尤其是食物 似乎是为了方便储存 多以罐头为主 难怪地上扔得到处都是 看样子是那位王公子 吃罐头吃到吐了 张艺无奈地摇了摇头 仓库里面主要是食物 按照剩余的量来看 如果是一个人 吃起码能够维持半年 可是王大公子 那是阔绰了一辈子的主 吃的东西都是山珍海味 这些十年前一时 兴起储存起来的罐头 根本不合他的胃口 更何况 他还要分给林庚 与家里的坤来吃 有钱人的消费观念 和普通人差距果然很大 要是我的话 这整个仓库里面 一定全都是罐头和压缩食物 起码够一个人吃几十年了 张艺不由地感慨了一句 占龙安保公司 当初设计这栋庇护所的时候 考虑到的是末日生存的问题 但他们却忽略了 这位王大公子的饮食习惯 根据许浩的说法 这里大部分的罐头 都被王思明嫌弃爱事 给清理了出去 张艺走过去 拿来一个罐头 用找刀打开 里面是一大罐午餐肉 如果这玩意丢到月露小区的话 怕是能引起一堆人拼命 不过这玩意我也不吃 就先丢在这里吧 说不定以后用得着 张艺对这些食物 也没有多大兴趣 他的一空间里面 有的是新鲜的食材 以及现成的大厨料理的美味 除了仓库 其他一些地方 张艺也一一看了过去 庇护所里面上上下下 有十几个房间 外面用厚重的金属门死死关闭 只有通过磁卡钥匙来打开 而最高的权限 则是在张艺的手里 换句话来说 这些房间 随时可以变成坚固的牢笼 张艺不给开门的话 关在里面的人 除非拥有几千公斤的力量 否则根本打不开这种电磁锁 张艺越是看越是觉得满意 不过当他去查看能源系统的时候 却察觉到了庇护所的问题所在 这个占地数千平米 上下一共四层的超级庇护所 能源的消耗极其的恐怖 光是供电和取暖这两项 以张艺目前手中的能源储存量 最多维持这里运转的时间只有五年 虽然是个问题 但是问题也不大 张艺摸了摸下巴 也有解决的对策 外面有的是大型加油站 我出去再搬空几个加油站 就可以解决这个麻烦 将整个庇护所的问题 检查了一遍之后 张艺的心才彻底踏实下来 比起自己那个 造价只有八百万华币的小屋 这里无论是防御力 还是舒适度 都提升了远不止一个档次 就连房子里的那些家具 最刺的 都是从世界顶级家具商那买来的 张艺回到了一楼的客厅 他给整个庇护所 又添加了半年的能源 如今屋子里的温度 回升到了二十七度 温暖而且舒适 以后我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了 不过 要是能再多几个 听话懂事的女人来 陪我打扑克 那生活就完美了 凑一副牌 起码也得四个女人才行啊 她们负责打牌 我负责 在桌子底下看她们打牌 嘿 简直了 张艺躺在沙发上 幸福地眯着眼睛 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走吧 趁我没改主意 张艺休息了一阵子之后 从一空间取出一些猝醒剂 给许浩服下 为了让她快点醒过来 又朝她脸上泼了点冰水 折腾了一阵子之后 许浩才疲惫不堪地睁开了眼睛 四 好兵 看清楚眼前的张艺 许浩愣了一下 随即一脸的狂喜 张哥 你 你成功了 她朝着左右看去 想要寻找王思明的身影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张艺也不说话 只是把她身上的绳索给解开 许浩自己都没想到 这一回她睡了一觉 醒来就攻陷了 王思明的豪华庇护所 躺赢的结果 让她乐开了花 不过她十分好奇 明明两个人 都中了陷阱里的催眠瓦斯 为什么张艺那么快就醒来 而且看样子 她还占领了这座庇护所 张哥 王思明人呢 你怎么收拾他的啊 许浩好奇地询问道 张艺淡淡地说道 你忘了吗 我是都市兵王 山上下来的高手 战场归来的雇佣兵 对付一个区区的王思明 还叫个事吗 许浩开怀大笑 哈哈 哥你真厉害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以后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混了 有你罩着我 我以后再也不用 为生存的问题发愁了 张艺从沙发上 拎起一个沉重的登山包 放到了许浩的面前 这些东西 是给你的奖励 你看一下吧 许浩眼睛一亮 嘿嘿笑着搓了搓手 这个 这怎么好意思吗 用不着客气 这是你应得的 张艺淡淡地说道 许浩不再矜持 他已经好久没有 吃到正常的食物了 当着张艺的面 他把登山包的拉链给打开 哗 里面一大堆食物 展现在眼前 饼干 面包 巧克棒 鸡腿 奶油蛋糕 切膏 一整个登山包 塞得满满的 随便另下的有三 四十斤 许浩兴奋的嘴角 都快咧到耳后跟了 张哥 你真是我亲哥 以后需要我干什么 你就说 但凡皱一下眉头 我就不是人 许浩抓起一包鸡腿 一边撕扯着包装袋 一边向张艺表示忠诚 张艺听到这句话以后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哦 这可是你说的 我没有逼你 他用下巴指了指外面 带上这些东西 离开吧 张艺不可能留下许浩 但是他的良知 又不允许他做出忘恩负义的行为 许浩再混蛋 可确实在这件事情上 帮了他一个大忙 所以 张艺决定给他充足的食物 让他出去自谋生物 许浩嘴角正撕扯着鸡腿的包装袋 听到这句话 他顿时愣住 时间仿佛被定格 他呆呆地望着张艺 身体都僵住了 张艺平静地低头看着他 眼神淡然 却蕴含着不容抗拒的意志 过了好一会儿 许浩回过神来 他的心跳疯狂加速 甚至出现了耳鸣的现象 耳朵里仿佛有电流在窜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明明自己已经成功加入了张艺的团队 明明自己帮助他得到了这座奢华 他用祈求的眼神对张艺说道 张哥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他希望那只是他出现了幻听 然而很快 张艺就一字一句地对他说道 你不能待在这 拿上我给你的报酬 离开这里吧 张艺的话音刚落 两行青泪瞬间从许浩的眼角流下 他抱着面前的登山包 激动地后退了两步 把身体蜷缩在墙角 以此来获取安全感 你答应过要留下我的 你亲口答应过我的 张艺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是答应过你没错 但是我可以抵赖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应该明白 口头协定是最容易反悔的 过去都是如此 更别说现在了 张艺耍无赖 耍得很光棍 为了自己的安全 什么道德准则 他都可以弃之不顾 这种行为 让许浩哭得更厉害了 他蜷缩着身子 像个无助的孩子 朝张艺悲愤地吼道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不要你给我别的什么 只要你保护我活下去就行了 这个条件 你都不能接受吗 你这个样子 以后会孤独终老 没有任何人会信任你 陪在你身边的 张艺听完 却只是淡淡一笑 表情轻蔑 哦 那要怎么样 起码我还能活着 可是因为心软 害自己丢掉性命 我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懒得和许浩辩论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两个人之间的实力 不在一个层次 他让许浩怎么做 许浩就必须怎么去做 张艺朝外面挥了挥手 走吧 这些食物省着点吃 够你吃一个月的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想办法活下去 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许浩拼命地摇头 不 我不走 外面太冷了 从月路小区过来 一路上都是大雪冰封的事件 从这里离开 死亡只是早晚的事情 感受过这温暖幸福的庇护所后 他怎么可能离开 张艺笑了笑 然后他就把枪举了起来 非要逼我做到这一步吗 我希望咱们俩可以和平地分开 而不是 让我用枪指着你的头 看到张艺举起枪以后 许浩脸上的畏惧之色更浓了 我不能走 我身上还有你下的毒呢 张艺与气渐冷 根本没有什么毒药 不过是带颜色的常规药物罢了 你死不了 许浩的脸色苍白了起来 他原来被张艺给骗了 那你也不能赶我走 你 你怎么能背信气 他举起手中的登山包 我帮你打下了一个庇护所 你就给我这么点东西 这远远不够 张艺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好脾气 在慢慢被好光 他盯着许浩 与气变得没有感情 可是 你别忘了 你也欠我一条命 什么 哪有的事情 当然有 在小区里的时候 你原本应该被我打死的 但是我没有打死你 你不就欠我一条命吗 张艺说道 现在 我用你的一条命 和这一包食物作为酬劳 你转大了 他用手枪指了指门口 左手通过遥控器 打开了一扇门 快走吧 走得晚了 说不定我就改主意了 我给过你机会了 张艺的眸光 已经变得冰冷起来 手枪指着许浩的脑门 黑洞洞的枪口 让许浩回忆起 张艺冷血无情的杀戮场面 他知道张艺不是在对他开玩笑 但是他憋屈的慌 他心中此时对张艺充满了憎恨 那种仇恨的光芒 在他的眼睛里表现得格外明显 眼珠上都布满了赤红的血丝 好 我走 许浩咬了咬牙 一脸不甘地朝着通道走去 走的时候 他又看了一遍庇护所里面豪华的装饰 如此奢华的生存环境 即便是他在过去都未曾享受过 一股强烈的怨气堵在他的胸口 不吐不快 所以走到通道前 许浩忽然回过头来 恶狠狠地瞪着张艺说道 张艺 你不讲信用 早晚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 张艺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许浩呵呵一笑 转身走入了通道 张艺盯着他的背影 看了好几秒钟 犹豫了片刻之后 张艺举起手枪 对准了许浩的后脑 砰 许浩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前后通透的洞 瞬间脑死亡 毫无痛苦 他就软啪啪地倒在了通道里 张艺叹了口气 望着许浩的尸体说道 愤怒并不能让你变得强大 要有实力才行 他走到许浩的跟前 将他背上的背包捡了起来 我原本打算让你活下去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自己找死呢 杀与不杀 其实张艺一直都在犹豫 出于对本性的坚守 张艺才决定让许浩离开 是许浩最后的那句话 帮他改变了主意 我已经放你走了 所以我不算是汪汪服役 那个时候我们俩就两清了 谁让你后来威胁我 我杀你也很合脸 张艺的逻辑得到了自洽 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这个云雀庄园 许浩是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 而且许浩对于庇护所内部的构造 也有一定的了解 说不定哪一天 他就把麻烦给张艺引过来 张艺心里面有些感谢许浩 因为他给了张艺 一个合理的理由去杀掉他 杀完人之后 张艺把许浩的尸体 也收入了一空间 然后他打开了房间里 价值一千多万的音响 放了一首欢快的曲子 张艺从洗手间拿来拖把和蹲布 他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欢快地拖起了地上的血迹 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杀人了 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 我的过去 也不会有人过来打扰我 我要是在这里 一直活到末世的结束 或者到我老死那一天 可就太好了 不过 应该还是很难的吧 张艺微笑着自言自语 很快 他就把地面上的血迹 清理干净了 整个房间里面 只有他一个活人 所以格外的安静 就是房子太大了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无聊 回去 把可儿给带过来吧 一个成熟的男人身边 总得有个漂亮的女人陪伴 这样的生活才有意思 至于游大叔的话 提到游大叔 张艺却有了别的想法 这座庇护所很大 房子也很多 但是张艺不是很愿意 让游大叔也住进来 毕竟他和周可儿 还处于蜜月期 希望能够有二人的空间 而他总是能给张艺 整出点新花样 外人在家里的话 会影响他的发挥 比如说 国体白衬衫 或者国体围裙什么的 家里面有其他男人在 两个人施展不开 反正我已经有了 更好的庇护所 不如就把那座安全屋 留给游大叔住 一来他为我挡过子弹 我欠他一个人情 给他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算是报答他了 二来 那座安全屋 暂时也没有好办法 放进一空间 不如就留在月入小区 作为一个备用的据点 万一将来有需要 我还可以回去居住 那就需要有人留下来 帮我看守 张艺心里面 盘算得非常清楚 这么一来 事情就完美地解决了 游大叔想必 也会非常感激他 就是有一个问题 他还得帮游大叔解决一下 那就是 嘿嘿嘿 男人都懂得那方面问题 张艺和游大叔 都是生理状态正常的男人 一个二十多岁 一个四十多岁 加上体格强健 所以自然会有生理 与心理层面的需要 张艺把谢力梅给杀了 就想着弥补给游大叔一个女人 我答应过游大叔 给他找一个更好的 但是小区里面 活着的女人都不多了 符合条件的更少 嗯 有点不好解决 算了 这个问题 还是回头慢慢看吧 实在不行 让他自己在小区里面 找几个女人一起过日子 凑合凑合也行 条件有限 有些时候 的确是不太能挑剔 张艺坐在沙发上 面前是一百寸的大电视 他很好奇 平日里王思明都会看什么玩意 就找来遥控器 把电视机给打开了 黑色的屏幕缓缓出现光亮 张艺走到吧台 吧台上摆满了各种名牌酒水 许多张艺连听都没有听过 都是国外的葡萄酒庄园 特供的酒水 张艺给自己倒了一杯鲜皮 一边喝着 一边看电视里的节目 本以为看到的是官方 仅存的几个频道 可是却没想到 里面出现的一个 白人女主持的面孔 几里哇啦 好吧 张艺承认自己的英语水平 仅限于set6 口语更是一塌糊涂 他压根听不懂 里面说的是什么 奇怪 怎么会接收到国外的频道 照理来说 暴雪影响到了信号的传递 手机能够接收到的信号范围都有限 他这是怎么做到的 张艺有些惊讶地 走到电视机前面 然后拿起遥控器换台 切换之后 仍然是国外的频道 一直切换下去 张艺竟然看到几十个外国的频道 张艺略微一思索 顿时明白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这座庇护所里面 肯定有一个超强的网络系统 张艺喝了一口葡萄酒 然后就转身来到了控制台查看 顺着线路 果然让他发现了端倪 在控制室里有一个暗门 打开之后 露出了一个足有一柜大小的独立服务器 竟然在自己家里面 搞了一台服务器 可真有你的 张艺不禁笑了 眼睛也逐渐亮了起来 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可以判断 这栋庇护所里面的网络系统 超级强悍 信号传输能力 更是可以达到全球级别 这样一来的话 张艺就可以通过网络 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信息 甜蜜蜜 不愧是造价十亿美金的庇护所 里面的一切 放在十年后的今天 也是世界顶尖的水准 有了这一系列的网络设施 张艺获取外界信息 就能够更加的准确 毕竟国内的几大新闻台 天天只知道播报一些 娱乐性质的新闻 虽然他们 是当做正经新闻来报道的 张艺坐到椅子上 开始在国际网络上 浏览一些信息 目前他能够得到的情报 仅限于天海市范围 所以对外界如今的情况 也非常好奇 一番浏览下来 基本上的情况 与张艺所想的差不多 因为极寒的环境 导致绝大多数生物死亡 而信息情报的不流通 导致无法得出 全世界死亡的准确人数 但是根据霍普金斯大学 地下实验室的数学模型推算 全世界85亿人口 如今只剩下20亿人左右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就灭掉了近四分之三 以后能够有5%的留存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张艺感叹道 可是即便在这种环境下 人类一方面要抵御酷寒的气温 一方面争斗与厮杀仍旧不断 极度的低温 使人类的生产活动陷入停摆 没有办法种植粮食 也没有办法开采资源 这也就导致星球上 目前的食物与能源 都成了有限的紧缺物资 为了这些东西 到处都爆发出了战争 小到人与人之间 大到一些小国之间 食物 能源 这两样东西 依旧是末世当中 最为令人疯狂的东西 还好我不缺 张艺深吸了一口气 万分庆幸自己的准备充足 他继续浏览着网页 忽然之间看到了 关于变种人的消息 变种人是大米国 一个神秘的网站 对变异者所使用的称呼 来源于 他们曾经异常火爆的漫画 张艺立刻坐直了身体 这方面的情报 也是他现在迫切希望得到的 他自己的身体 因为发生变异 所以得到了空间方面的异能 但是对于变异 他支支甚少 张艺通过在网络上的检索 得到了大量国外 关于变种人的情报 首先 生物体的变异 广泛地存在于全世界范围 目前为止 已经有上百个国家 发现了变异的个体出现 其中不仅仅是人类 还包括变异的动物 以及昆虫 植物 变异的方向有好有坏 一部分生物产生了正向的变异 获得了一余常人的强大能力 张艺就看到 在罗刹毛雄的冰天雪地里 一个女孩张开右手 凭空就制造出了一团火焰 不过燃烧仅仅持续了两秒钟 火焰就熄灭了 而那个女孩也晕厥了过去 这种温度下 觉醒了火焰的异能 讲真的 有点惨 张艺无聊地感叹了一句 随后 他又在网络上 看到其他一些变种人的画面 有人的身体变得巨大而扭曲 通体都是难看的僵尸率 有点像漫画中的绿巨人 但是身体的模样 甚至要脱离人形了 格外的诡异 还有的变种人 身体出现了分裂现象 可以将自己身体的部分取下来 仍然能够保持活性 网络上的影像不多 有些变种人的情报 仅限于传闻 上面说的这些 都勉强算是正向的变异 产生了生物学的进化 但是也有一些悲惨的人 则是直接被伽马射线的辐射 摧毁了身躯 非但没有获得强大的能力 反而是扭曲得不成样子 那种感觉 有些像经历过强和辐射的生物 张艺认真的把能够搜索到的 全部信息都看完 然后默默记在了心里 目前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变异体数量不算多 但是肯定有跟自己一样 在隐藏能力的 这也就说明 外面的世界还是非常危险的 张艺更加坚定了 在庇护所里面苟住的决心 我先回去一趟 把坎儿给接过来 张艺关上了电脑 然后起身整理好装备 就打算先回岳路小区接周可 日久生情 他习惯了周可在身边的陪伴 有一个漂亮懂事的女人一起生活 日子才不会那么无趣 张艺把全身上下的装备准备完毕 然后打开了庇护所的厚重金属门 开门的时候 那种未来科技风的形状与声音 属实让人格外的迷恋 张艺手里拿着枪来到外面 地面上留着几行脚印 应该是那三只鲲的 冰天雪地的 他们穿的衣服又比较简单 怕是找到房子躲避 也活不了多久 我这么做 是不是太浪费了 张艺有些感叹 不得不说 天海式的高级鲲 也就是所谓的名媛质量 是真的高 不比一些影视明星差 张艺答应过尤大叔 要给他找几个和好的女人 帮他消解一个人的苦闷 一开始 他还真的动过念头 把这几个女人送给尤大叔 不过思来想去 他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 毕竟这样的女人心机太深 而且伟达目的不择手段 万一哪天把尤大叔给蛊惑了 很可能给张艺造成大麻烦 算了 有什么好可惜的 总会有更合适的女人在 张艺一边说着 一边往外面走去 他没打算在这里 取出雪地摩托车 这玩意男方很携手 别人有可能通过这玩意 知道他的身份 正当他走到204别墅附近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请等一下 嗯 张艺的脚步微微一顿 之所以停下来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耳熟 总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哪里听过 而且还是经常能听到的那种 等一下 等什么 等老公 张艺回想起来 这是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 曾经风靡过全网 张艺时不时都会去温习一下 他朝着声音的来源看了过去 手指也放到了扳机上 204别墅的门口 一个浑身包裹在黑色羽绒服里的身影 出现在那里 看到张艺看向了他 他欣喜地朝这边挪动 请您务必等一下 我有些话想要对您说 听到那个奶生奶气的夹子音时 张艺彻底确认 眼前的那人是谁了 他的眼睛里露出意外而惊喜的神色 你是大秘密 先洗个澡 眼前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的女人 气喘吁吁的走到张艺的面前 他扒开围巾 露出了一张白皙粉嫩 吹一弹可破的瓜子脸来 张艺认出他来了 想必整个华国不认识他的网名 都没有几个 他是近些年来最火爆的顶流小花 无数男人睡梦中 最渴望亲近的女人 杨老板杨幂 按照许浩的说法 云雀庄园住的人非富即贵 其中就包括娱乐圈的顶流 而杨老板自然有在这里买房的实力 张艺看到 他心里面泛起了涟漪 他没有追星的习惯 但是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 当然会喜欢漂亮的女明星 尤其是对于拥有眉腿和巨乳的女人 更是无法自拔 所以他也就不出意外地 喜欢杨老板很久了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 无数个寂寞的夜晚 都少不了他的陪伴 硬盘里面一大堆 关于他的高科技 AIR什么的 虽然他比张艺还大上几岁 又是个离过婚的人妻 但是对于张艺而言 非但不是减分相 反而更香了 杨老板看到张艺之后 大大的眼睛 透露着楚楚的可怜 有些怯生生地说道 我已经三天没有吃过饭了 你能不能带我走 我不想死在这里 他的眼睛里 像是有一对钩子 能把男人的灵魂 都给勾出来 作为一名演员 虽然他的演技饱经够病 但是勾引男人 却是驾轻就熟 这次他主动出来 就是希望赌上一把 利用自己的美色 来获取活下去的机会 张艺看着他 没有出声 说句心里话 他还是蛮心动的 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女明星 现在主动送上门来了 谁不想真刀真枪地 和他切磋一下记忆 换你你不想吗 但是吧 安全问题张艺 还是需要考虑的 他眉头一皱 现在这种环境下 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你想让我带你走 你需要给我一个 宝马充分的理由 杨老板微微咬了咬嘴唇 这个动作 真的是又唇又郁 粉嫩的嘴唇晶莹剔透 樱桃小口 不知道吃东西会不会麻烦 这个女人 真的是天生媚骨 曾经有人说过 在华国四小花旦当中 杨老板或许不是 脸蛋最漂亮的那一个 但他一定是 最能引起男性幻想的那一个 张艺可能是受到 明星光环影响 总觉得 他现在无依无靠 楚楚可怜 任人欺凌的样子 更诱人了 杨老板上前一步 用小兔子一般的眼神 可怜巴巴地望着张艺 小家子阴软糯糯地说道 我只想要一口吃的 只要你愿意给我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 想要 一口 吃的 看着他粉色的樱桃小嘴 张艺不知道如何拒绝 单刀直入 简单直接 他表现得楚楚可怜 仿佛柔弱的小白兔 阿布 是大白兔 但是对于张艺提出的 充满暗示性的要求 却没有丝毫的犹豫 比起周可儿那样的女医生 他的思维更加的成熟 怪不得可以自己开影视公司 既当艺人 又当老板 张艺知道 他可不是表面看上去 那么好欺负 嗯 反差萌 感觉更心动了 张艺对他说道 跟我来吧 他原路掉头 打消了回岳路小区 接回周可儿的念头 毕竟给他们留的物资 还有很多 也不急于一时回去 杨老板见状 心里面常常松了一口气 幸好 他的魅力还在 也幸好 这是一个年轻气盛的男人 杨老板 一步一驱地跟着张艺 来到了云雀庄园101 他有些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别墅 这里 不是王四明的家吗 张艺微微一笑 现在这里是我家了 他说着 取出磁卡钥匙打开了房门 杨老板满眼都是好奇 跟着张艺一块走进了房间 房间里的温度有27度 非常的温暖宜人 很快杨老板 就感觉浑身燥热难难 赶紧把身上厚厚的衣服 给脱了下来 而张艺也不含糊 非常熟练地脱下身上的防寒服 杨老板吞去几件外衣 露出自己那被黑色毛衣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身体 明明巴掌大的精致小脸蛋 像是个雌娃娃 可是身材却妖娃的 让人想要流鼻血 尤其是那傲人的胸怀 几乎要把毛衣都给撑裂开了 周可尔的胸已经足够大了 有36D的水平 可是杨老板的胸围目测 比周可尔的还要大 起码也是39D的实力 张艺记得 他刚出道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水平 可能结婚之后 又有了长足的长径 而且 他的身高不足1米65 娇小的身材 搭配惊人的尺寸 更加显得震撼力十足 两条纤细修长的小腿 不像周可尔那般 锻炼得很匀称 而是有些娇软的味道 似乎很容易拿捏 而穿着黑色袜子的小脚 更加娇小的令人发指 最多不超过34码 张艺看了一眼 自己宽大的手掌 一只手完全可以包裹住 怪不得古时候的文人雅士 都爱与人的小脚 想象一下他一脸娇羞 把小脚伸向你 然后被你一把握住的场面 张艺的后槽牙 都快咬碎了 这个槽贼 他当定了 杨老板感受到了 张艺毫不掩饰的目光 轻轻咬了咬嘴唇 他怎么会不知道 眼前的男人在想什么呢 但是他也清楚 自己既然选择了 用美色来寻求男人的庇护 就不可能装什么矜持 他平静地 走到张艺对面坐了下来 即便是穿着黑色的毛衣和秋裤 但是有那么好的身材 衣服穿得多 反而比不穿 更让人充满想象 谢谢你让我进来 可爱的夹子 阴软软地说道 你和这里的主人是什么关系 他小心地询问道 杨老板和王思明 自然是认识的 可现在他没看到王思明 反而是张艺摆出了 一副主人的架子 不由得让他感到意外 张艺却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他反问道 你和王思明很熟吗 杨老板轻轻点了点头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有几个人和他不熟的 哦 那就是说 你们的交情也不错了 张艺的笑容有些玩味 杨老板赶忙否认道 那倒没有 只是他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 家里面又有钱 所以 平时有些活动就会碰到 他有些自嘲似地说道 人家那种公子哥 也不会真的拿我们这些明星当回事 张艺挑了挑眉 给他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那你就不要关心他的问题了 总之你记住 这个地方现在的主人是我 张艺不怕自己杀王思明的事情暴露 毕竟真正的大人物 是不会躲在自己家的庇护所里面的 什么亿万富翁 社会名流 在末世之中 性命都轻如草剑 谢谢 杨老板接过水喝了一口 进入房间之后 随着身体的温度慢慢升上来 一股臊痒难耐的感觉也开始出现 毕竟他也有一阵子 没有洗过澡了 杨老板穿着黑袜的小脚在 我能不能借用一下这里的浴室 张艺很大度地朝浴室的方向指去 请随意 杨老板很有礼貌地道谢 然后转过身走向了浴室 等到他从里面把门关上之后 张艺默默地拿起手边的遥控器 然后打开了墙壁上100寸的电视 你不要进来啊 什么人会在浴室里面安装监控 如果这个人比较穷呢 我们通常称之为变态 如果这个人比较有钱的话 我们则称之为花花公子的情趣 富人的雅兴 王思明作为一个著名的好色之徒 对于玩这方面绝对是出类拔萃 所以他就在自己家的浴室之中 安装了防水摄像头 张艺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所以他没有要求杨幂进门之后 脱光衣服给他检查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即便他心中万分不愿意这么做 可还是得亲眼仔仔细细看上一遍 才能杜绝杨幂身上存在安全隐患 张艺打开电视 把声音调小 镜头当中的杨幂刚刚解下Brow的扣子 将束缚自己已久的东西取下来 汹涌的猛兽被释放了出来 他常常呼出一口气 张艺也是忍不住掏出一袋薯片 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 一边吃零食 浴室之中 杨幂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某位证人君子看得清清楚楚 摄像头是五亿像素 即便隔着三里路 都能够把远处的风景拍得先毫避现 他双手沿着翘臀往下 退去最后一丝遮掩 然后抬起右脚 把他从腿上取下来 放到旁边的篮子里 浴室的空间很大 足有八十多平 光是中间那个巨大的镀金按摩浴缸 都像一个鱼塘 他站在淋浴的 好久没有洗澡了 他感觉浑身上下欺养男人 尤其是进入了温热的环境 更觉得像是有小虫子爬一样 所以 他不得不一寸寸地 清洗干净身体每一个角落 热水淋湿他的秀发 他仰起头用水冲洗着自己的脸 说是温暖 但是心中也在思量着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见到张义出现在这个小区之后 他在绝境当中打算赌上一把 而他所能够付出的代价 只有他 这让无数男人浑迁梦营的身体 可是见到张义之后 他心里面放松了不少 眼前的男人 虽然看上去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但是他的长相英俊 身材奇长 并不是丑陋的老男人 这就让杨幂觉得 心里面平衡了许多 如果是这个男人的话 就算是陪上他一段时间 或许也算不得什么损失呢 杨幂嘴角流露出一抹无奈的微笑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倒宁愿自己不需要这么做 虽然身处娱乐圈 但他可不是那些 借助潜规则尚未的贱人 杨家在京城 今天这样的位置 完全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和家族背景 纵然结过一次婚 可他的身体和精神 都是干干净净的 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他喃喃自语道 双手抚摸着自己傲人的身体 我只是需要一个人来保护我 给我食物和安逸的住所 等到雪灾过去以后 我就和他画清楚界限 杨幂轻声细语地说道 眼神也变得坚毅了起来 客厅里面 张义把他的自言自语 听得一清二楚 他一边大饱眼福 一边吃着零食 正所谓袖色可餐 看着美景 他的胃口都好了不少 是个聪明的女人 这样也挺好的 张义很讨厌纯女人 因为纯女人 多半是圣母 会让他不胜其烦 像杨幂这种聪明的女人 懂得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 换取生存条件 张义反倒是轻松了不少 这样一来 他也就省去了 虚情假意的谈论感情 他所需要的 就是在他的身上 满足自己对梦中女神的幻想 以及 让这个空荡荡的房子 多一丝人烟 一个杨幂 一个周可儿 两个都是知性的大美人 有他们陪着 张义的生活 显然不会无聊了 哪怕是斗地主 都能凑齐三个人 这是一场很公平的交易 张义实在是太喜欢这个了 跟周可儿在一起的时候 还需要偶尔照顾一下 他的少女心 甜言蜜语地哄他 瞧瞧这一位 杨幂就是个人间清醒了 大家各取所需 都挺方便 只不过 有一件事情 他大概还是想得太天真了 等到雪灾过后 就离开是吗 张义微笑着摇了摇头 先不论这场漫长的雪灾 有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即便冰河漆过去了 你以为这个世界 还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吗 无所谓 纵然有一天 杨幂真的想走 张义最多怀念一下 两个人相处快乐的时光 外面听话懂事的妹妹多的是 她也不会因为谁的离去 而念念不忘 漠视之下 她只想 今朝有酒今朝醉 既然搞清楚了杨幂的想法 张义也就不再浪费时间 培养感情了 她长生而起 朝着浴室就走了过去 伸手一拉门把手 里面是反锁住的 张义淡定地取出自己的磁卡 这是庇护所的最高权限 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 弟 浴室的门就被打开了 杨幂正在里面的淋浴间洗澡 隔着朦胧的毛玻璃 张义可以看到 她凹凸有致的S型身材 尤其是那一对波涛汹涌 简直过分 杨幂发现张义进来了 保住自己的胸口盒 啊 你 你怎么进来的 我还在洗澡 张义笑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你一个人够不到后背吧 来 让我帮你擦擦背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杨幂咬紧了嘴唇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还是难免有一些紧张 更何况 她明白 男人喜欢什么 高端的猎人 永远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张义 如果不是通过监控 听到了她的自言自语 此时或许还真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但是 明白了杨幂的想法以后 她百无禁忌 没关系没关系 你不要跟我太客气 我这个人 很爱做帮助别人的好事 张义一边说着 一边拉开门走了进去 流水缠缠 水流之下 杨幂曼妙的身姿更加动人了 你一定累坏了吧 来 我帮你擦擦背 趴好趴好 哦 前面 好像也需要帮忙啊 过了很久很久 浴室的水声才慢慢停了下来 收了收了 事后 杨幂泪眼汪汪 一脸哀怨地望着张义 仿佛受尽欺凌的小媳妇 我本以为你是个好人才跟你过来的 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啊 张义伸手指了指头上 这里有监控 杨幂顿时一愣 他抬头看向张义指的方向 果然察觉到一个微小的反光点 一时间 他脸上的哀怨化作了尴尬 岂不是说 自己表演了两个半小时 其实张义都是在看他笑话 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杨幂害羞的脸都成了猴屁股 张义坏笑道 因为你卖力表演的时候 给我一种很不错的体验 杨幂气坏了 胸口剧烈地上下起伏 同时内心尴尬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张义从一空间取出了几件衣服 放在旁边的架子上 这里有新衣服 你拿去换上吧 看到张义这手隔空取物的能力 杨幂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能力啊 一点点小技巧 张义微笑着说道 他转身打算离开 却被小夹子鹰软软糯糯地喊住了 你 你不要走吗 张义挑了挑眉 笑着问道 怎么 你还没有尽心 杨幂咬着小银牙 气呼呼地说道 我没法自己穿衣服 你 乖帮我一下 张义刚刚的表现让他都吓死了 两个半小时 他都没有时间休息 这个男人是牲口吗 都说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根坏的甜 可是一头疯狂的野牛 也能把地给弄坏的 后面的时候 他站都站不住了 只能靠张义撑着 张义刚才只顾着 向心目中的女神表达敬意了 忘了考虑他的感受 闻言 才发现 他站直身体都费力 他连忙过去 温柔体贴地帮杨幂把衣服给穿好 不久之后 两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此时的杨幂梳洗了一番之后 又恢复了他那优雅的模样 头上盘着发际 十足的人妻贵妇风范 身上一件黑色的路肩小礼服 凸显出圆润的香肩和深邃的沟壳 饱满的苏兄呼之欲出 让人时刻担心 他们会跳脱出来 腿上两条巴黎世家的黑色丝袜 包裹住细嫩的小腿 以及那小巧玲珑的脚丫 张义躺在沙发上面 开始给他立起了规矩 我的家还蛮大的 多养你一个女人也不算多 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点 那就是听话两个字 你那么聪明 应该不会不懂我的意思吧 杨幂咬着嘴唇 还在为刚刚的事情感到休闹 明白 在我们娱乐圈里面 这种事情叫做潜规则 张义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我把杨幂给钱了 他对杨幂也没有多少要求 本身养着他 就是当做一个花瓶留在家里 等回头周可儿也过来了 两个女人一起分担些家务 还能每天轮流值班 压力不大 但是张义这个黑心老板 有些时候 就会要求他们一起上班了 一想到这里 张义眉头忽然一皱 他低语道 我记得当初跟周海润买的那些药里面 是有六位帝皇丸和金戈来着 希望不要用到 而坐在他不远处的杨幂 按捺住了小女人的羞涩 傲然地挺起胸 开始和张义谈条件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有几条原则 我也希望你能够遵守 张义笑了 无所谓地摊了摊手 说来听听 杨幂一板一眼地 用奶生奶气的家子英说道 第一 我和你之前的关系 仅限于在血灾期间 如果有一天 我们分开了 希望你不要透露 夫妻这里的事情 毕竟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如果被人知道 我和你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我未来就只能隐退了 张义微微撇嘴 他和张达达 蔡之音一样 都对血灾过后 社会回到过去的状态 抱有幻想 还是那句话 越是享受社会红利的人 越不愿意看到 传统社会的崩坏 不过他 还是爽快地回答道 可以 我和你做过的事情 我不会轻易透露出去的 杨幂见到张义答应了这一条 心中常常松了一口气 毕竟他可是 炙手可热的国民情人 谁要是能够和他亲近一次 肯定会激动到四处 拿出去炫耀 第二条 你 你那方面的要求 我会尽量满足 但是 我希望你节制一下 毕竟我的身体有些柔弱 可能无法跟上你的节奏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咬着嘴唇 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现在 他还觉得自己双腿发软 走路都得靠张义扶着 除非 我同意 杨幂对于用身体 做交换条件这种事情 非常羞耻 即便他装作大女主的模样 可如今主权丧尸 都被张义给吃干抹尽了 似乎说这种话 也没有多大威慑力 他只能寄希望于张义对他的怜爱 从而保留对他的尊重 张义看着一脸屈辱中带着羞涩 羞涩中带着享受的杨幂 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曹老板 我误了 怪我当初年轻不懂事 还拿少女当城堡 他把身体挪到了杨幂的跟前 杨幂的眼中闪过一抹畏惧 天哪 他干嘛 这不是刚刚才 不会又要了吧 杨幂本能地抬起纤细白嫩的手臂 想要让张义保持一点距离 整个人就被张义一把搂进了怀里 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别过脑袋去 不敢看张义的眼睛 张义面带邪恶的笑容 用手指捏住他精巧的下巴 强行让他拔脸扭过来 他在杨幂耳朵边上说道 明明是你自己主动过来找我的 就不要总是露出一副委屈的样子了 即便是逢场作戏 各取所需 但是作为一个当红的小花 我希望你能够一直演技再现 最起码这样我会愉快一些 而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不是吗 张义温热的气息吐在他的耳边 这敏感的地带顿时变得通红 他的身体也瘫软了下来 那 你得先答应我的条件才可以 张义不以为然地笑了 放心好了 我也没有太多变态的爱好 一边说着 他一边轻轻把杨幂的小脚捞了起来 柔软的小脚鸭子仿佛没有骨头一般 让人爱不释手 张义的笑容逐渐变态 把鼻子凑了过去 首先 让我来验证一下 网传是不是真的 呀 周海美 张义与杨幂约法三章 他得偿所愿注了进来 不过张义能够感觉到 他的心里面还是有些羞愤的 毕竟作为一个顶流人气小花 竟然被一个男人拿捏得死死的 他难免有些不甘心 可张义非但不觉得不爽 反而更加愉悦了 尤其是当两个人交流的时候 他那种被强迫的感觉 以及捂着嘴 竭力压抑自己发出声音 却又身体很诚实地 跟随摆动的样子 更加让人有征服的欲望 这女人 竟然该死得甜美 因为杨幂的缘故 张义就没有回月入小区 一整天都几乎没有闲得下来 就像是刚刚得到新玩具的小男孩 兴致正龙 一天的时间 就这么充实地过去了 张义给杨幂留了一间屋子 像之前对待周可那样 没有给他钥匙 我要出去一趟 你先在房间里面好好待着 张义给杨幂留下了一些食物 至于上厕所的问题也好解决 这里的房间都是在独立卫生间的 当初建造庇护所的时候 考虑得实在是周到 杨幂听说张义要出去 脸上出现了紧张的神情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末世来临之后 他相当长一段时间 都处于孤独和恐惧之中 如今虽然被这个坏坏的男人占了身子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他的心里面却十分地踏实 说句心里话 如果张义对他客客气气地 而会害怕张义有别的图谋 如今张义要离开 他再度产生了恐惧 他不想要一个人继续待着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出去接个人过来 很快就回来 看到杨老板露出小女人的姿态 张义忍不住玩耳一笑 表面上的坚硬外壳 慢慢地就维持不住了 真是个有趣的女人 杨幂抿了抿嘴唇 脸上又露出冷淡的模样 端坐在沙发座椅上 那好 你快去快回 张义转身郑郁离开 忽然之间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他转身询问杨幂道 这个地方住着很多富人和明星对吧 杨幂眨了眨眼睛 是啊 这里本来就是天海市最大的富人区 这周围身家最低的 都有十几个亿呢 张义点了点头 他的嘴角忽然浮现出一抹坏笑 那么 有没有那种凶大无脑 没什么新眼子贵妇 杨幂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忽然很激动地站起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再这样开我玩笑的话 我可就生气了 他气呼呼地瞪着张义 握紧了小拳头 张义眨了眨眼睛 顿时意识到 他是自己带入了 嗯 他的确符合胸大这个显著的要素 但是还不至于无脑 张义笑着解释道 你误会了 我说的不是你 而是其他的人 杨幂一脸错愕 惊讶地捂着嘴 倒退了两步 你 你这个色魔 你到底要多少女人 才能够满足你啊 不过 他的能力这么强 的确不是我一个人 能够对付得了的 哎呀 我在想什么东西吗 他就是个坏人 大营魔 杨幂羞愤交加 张义却是一脸无语 他承认自己是好色了一点 但是还不至于到处找女人 他是需要几块磨刀石 让他的剑更加锋利 但是磨刀石多了 反而会把宝剑磨成废铁 这样就不好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杨幂 有年少时的滤镜 也绝对不会轻易 让他进入这栋庇护所 说实话 就算是他赶出去的那三只鲲 单纯论颜值 都比不他差多少 而且 人家那方面的技术 肯定比他厉害多了 是这么回事 我在老家有一个朋友 人对我挺够意思的 但是他被坏女人给骗了感情 如今身心都需要异性的安慰 我想给他找个伴 这才问问你 毕竟 你在贵妇圈的人脉 还是比较广大 杨幂听完了张义的解释 才知道自己闹了个乌龙 但是他现在看张义也有滤镜 觉得张义 就是个欲求不满的色狼 可是人在屋檐下 张义要他帮这个 忙他也没办法拒绝 更何况 既然张义有能力 在末世当中生存 他那个朋友 肯定也不会差多少 如果能够把他的朋友 介绍给对方 这也等同于救了一条人命 杨幂便说到 富人区现在死掉的人比较少 贵妇也是有一些的 不过要说没有心眼 这个条件很难满足 他微微皱眉 停顿了一下才小心地问道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你那个朋友不会介意吧 嗯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好啊 张义就希望给由大叔 介绍个成熟稳重 且心里面知道进退的 不像那个谢丽梅 一直在做死的边缘 疯狂左右横跳 我那个朋友四十来岁 他个人更喜欢成熟一些的女人 不好意思 游大叔 哪怕你喜欢十八岁的小姑娘 我也没办法给你介绍 因为年轻的女人 实在是太麻烦了 杨幂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这个要求的话 那就好办了 他看着张义 笑着问道 你应该认识周海美吧 张义听到这个名字 也是忍不住瞳孔微微缩紧 周海美 那可是 她童年的女神啊 别说张义 就连张义老爸还活着的时候 都特别喜欢她 当年的周海美 号称国民情人 还拿过许多影视剧大奖 如今四十多岁了 开始转型演妈妈类型的角色 但是经常因为过高的颜值 被观众评价为 风头盖过了女主 或者是 妈妈 再爱我一次 之类的 说实话 即便四十家的年龄 周海美看上去 依旧美艳动人 而且身材风鱼 哪怕是张义看到 都不得不夸赞一句 风韵犹存 游大叔 这回我算是对得起你了 给你找了个最好的 张义马上让杨幂联系周海美 没过多久 周海美就出现在了张义的家里 原本精致的美人 由于血灾的缘故 此时消瘦了一些 脸上也带着深深的疲惫 可是眼睛深处 却难言有机会活下来的激动 杨幂在张义旁边说道 事情我已经跟她说好话了 她没有任何意见 那是当然的了 在生死面前 绝大多数人 无法保持所谓的矜持和傲慢 于明 张义拿了一点吃的东西 给周海美 她看到吃的之后 眼睛都亮了起来 用最后的一点矜持 谢过张义之后 就坐在沙发上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张义等到她吃完东西 才对她说道 事情你都清楚了吧 周海美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是给我找了一个家对吧 四十多岁的女人 看待事物 已经能够比较公运了 或许她们这种年纪的人 对于所谓爱情 也没有那么看重 结婚 过日子 讲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 只要条件能够满足 就可以在一起 所以当杨幂告诉她 可以给她找到一张长期饭票 她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唯一的遗憾就是 她原本以为那个男人是张义呢 有了杨幂的铺垫 张义省了许多事 临出发之前 她郑重地提醒了两个人 关于安全屋和庇护所的事情 必须得保密 绝对不可以用任何方式 告诉外界的人 否则的话 极有可能引起贪婪的人过来抢夺 如果让我知道 有谁泄露了这里的情报 那她就没有必要活着了 张义说 这句话的时候 与其平淡冷漠 眼睛里却带着纯粹的杀鸡 两个女人都害怕极了 连忙表示 自己不会干蠢事的 张义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两个女人都岁数不小了 在娱乐圈里面打拼的 都不是傻白天 不会做那种蠢事 她嘱咐一番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交代完之后 她让杨幂回到房间里面去 然后带着周海美 准备回月入小区 寒风萧瑟 冰冷的北风裹挟着冰雪 吹拂过陆江的江面 比起雪灾刚刚来临的时候 如今的落雪 已经变得小了很多 毕竟极寒的低温之下 空气中也没有那么多的水分子 可以凝结成冰 只是这种低温依旧持续着 而寒风也一如往常般的刺骨 与云雀庄园隔江毗邻的地方 是一个叫做徐家镇的小镇 一江之隔 就是天海市最有钱的人 居住的别墅区 而另外一面 则是一个城郊的农村 过去的时候 徐家镇的人是以种粮食 蔬菜为生 家家户户都建起大棚 种出来粮食和蔬菜 然后卖到天海市市区 多年以来 他们虽然没有市区的人那么富裕 但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而极寒风暴来临之后 他们的生活过得 就比城里人舒服多了 虽然同样需要面对寒冷的低温 但是他们在粮食这方面 并不会缺少 而且身体素质这方面 更是强过城里人 一场冰雪来临 他们反而过得还算舒服 这稍微有一些讽刺 中午时分 也是每天温度最高的时候 外界的温度回升到零下60度 陆江之上 一群把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徐东村的村民就出现了 他们来到冰面上 手里面都拿着各种工具 另外还牵来了五六条狗 都是阿拉斯加与哈士奇这种雪橇犬 不过低温之下 狗的身上都给裹上了棉衣 徐东村的人非常珍惜这些狗 对待他们 甚至比对待自己都要用心 因为如今在南方 只有他们还能作为处理来使用 只不过此时 这些雪橇犬 与平日里看到的那种憨傻模样不同 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着凶悍的力气 嘴角露出尖牙 皮毛上也都沾染着血迹 由一个五十来岁的黑脸汉子带队 一群人来到了冰面上 黑脸汉子在冰面上来回走了几圈 有时候又趴下来 往冰层深处看 过了好一会儿 他采用手里面的棍子 敲了敲某处 就这儿 开挖 他话音一落 身后跟着的十几个人立刻走上来 后面的爬梨上面放着几个大的破冰设备 众人把设备抬下来 在指定的位置放好 然后就用绳子捆在了狗的身上 跑 跑 养狗的人用绳子牢牢拽住狗 喊了两嗓子 几条狗就开始往前跑动 同时带动着破冰器凿开冰层 有了狗的处理 破冰的效率非常快 没过多久 就在冰面上掘开了一个巨大的圆洞 行咧行咧 挖到鱼了 带头的黑脸汉子伸手一招呼 养狗的人连忙把狗给拽住 众人合力把破冰器给抬出来 厚的状态卡在冰层里面 冰封之后 江河里面氧气浓度变低 鱼群为了获得氧气而往上浮 虽然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呼吸的洞口 但是也死在了冰面附近 这就给徐家镇这一代的渔民 提供了很好的食物 只要打破冰层 就可以从冰层里面挖掘到冻鱼 这也成为了他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一群人如往常般忙碌 带队的人是徐家镇徐东村的徐大海 过去的他只是一个渔民 在村子里身份地位一般 可是末世来临之后 他反而凭借着捕鱼的本领 成为徐东村举足轻重的一号人物 就比如说现在出来打鱼 他只负责指定地方 至于体力活都是其他人负责干 一个养狗的村民徐满金走过来 跟徐大海闲聊 二说 你说这天这么冷 城里的人是不是都冻死了 徐大海揣着手 闻言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他们这些城里人 平日里连个庄稼都不会种 都是靠着我们这些重地的养着 如今怕是连吃个饱饭都困难 我看啊 早就死得差不多了 徐满金点了点头 庆幸地说道 还好我们是农村人 这天气在恶脸 咱们家里面有粮食 手上有把子力气 就不怕活不下去 就是这个天气 冷得也太瘆人了 啥时候能过去啊 徐满金看着江对面的豪华别墅区 眼睛里带着一丝得意的轻蔑 但同时也有些对未来的迷茫 他们能活下去不假 但是这样的生活 显然不是他们想要的 徐大海微微皱眉 眼睛在风雪中微微眯着 不好说呀 但是这天气 咱们能活着 只要肯干活 就不怕被饿死 当年我在墨河的时候 温度不比这里高多少 咱那个时候 还光膀子游泳呢 几个人没事闲聊着 过去他们总喜欢凑在一起 讨论国际大事 言语之间必定谈及欧美 举止之间 将其他诸国贬低的一无是处 而现如今没有了新闻来源 也没有心情去管国外的事情 就只能够拿城里人过的多惨来论事 忽然 远处响起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 从江对岸就传了过来 虽然声音不算很大 但是在这万籁聚集的冰雪世界 却显得格外的明显 徐满静一愣 我怎么好像听到摩托的声音了 徐大海竖起耳朵仔细听去 随即满脸都是错愕 错不了 这声音像急了他 打鱼时候开的那艘渔船 这都啥时候 怎么还会有车 城里人不是都冻死了吗 一群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 朝着发动机的声音 传来的方向望去 你们敢抢我 张义骑着雪地摩托车 带着周海美一路朝越路小区开去 他沿着江畔开车 冰雪覆盖之下的陆江 也有一种壮阔的感觉 不过比起地上 冰面的积雪明显少了很多 陆江连接着东海 水的比热熔大 所以温度变化的也比较缓慢 甚至还可以看到 人在冰面上抓鱼呢 张义看着这些风景 感觉到了一丝难得的人烟 不过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当中忽然一个机灵 打鱼的人 他们 竟然适应了这种极寒温度吗 张义的心中有些不可思议 他在越路小区生活的一个月 可是亲眼看到 那些人过得有多凄惨 而在陆江对面的徐家镇 那些村民 竟然已经适应了低温 但是 想想也不奇怪 农人种地可是一年四季 哪怕天气再冷 也得起个大早下地劳动 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 远远超过了 被空调和暖气惯坏的城里人 人类的适应能力 实在是可怕 换做是我的话 如果冬天房间里 没有空调和暖气 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张义发出了这般的感慨 可是没有 等到他感慨多久 侧前方不远处的冰面上 忽然传来了一阵恐怖的犬吠 身前的周海美尖叫了一声 指着江上说道 有狗 张义已经看到了 七八条恶犬 一边疯狂地吼叫着 一边朝他们冲了过来 而他们的后面 则拉着两个简易的雪橇 上面站着四个人 张义的眸光 变得深邃了起来 他知道 自己又遇到麻烦了 不是眼前的麻烦 城市的人都会在雪灾当中迅速地消亡 而他 以及那些躲藏在避难所中的少部分人 可以活到最后 但是没有想到 城市之外的乡村 已经开始适应起严寒之下的生活 这些人就会成为潜在的威胁 比如说 盯上他的雪地摩托车 坐稳了 张义猛地一拧油门 加快了速度 他不希望跟这些人发生冲突 毕竟惹到一个人 后面牵连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村落 张义在上面急驰 而江面上 八条狗也在甩着舌头狂追 他们见到张义之后 眼睛都红了 目光中的野性让人不寒而栗 狗本来就是狼迅化而来的 而他们在末世当中 经历过许多生死的战斗 甚至在饥饿的时候 吃过人肉 吃过人肉的狗 眼珠子都是血红的 极其的残暴 张义的雪地摩托车很快 可是冰面上的雪橇同样不慢 由于那些徐东村的村民 是提前过来拦截 所以张义没能躲开 雪橇上面 一个渔民抄起手中的鱼叉 朝着张义他们就丢了过来 操 张义大骂了一声 这鱼叉要是射中了他的胳膊 起码得带下来半斤肉 他急忙扭转摩托车的方向 一个急刹车把车子停在了原地 周海美没有坐稳 竟然被甩飞了出去 落到雪地里 这个明躁一时的女星 吓得哇哇大哭 坐在雪地里 连爬起来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时候 两辆雪橇已经拦住了张义的去路 八条雪橇犬朝着张义疯狂的吼叫 那声音听得格外慎人 尤其是他们刺着牙 嘴角还带着鲜血 让人感觉 这不是八条狗 而是八头饿极了的豺狼 张义一阵头皮发麻 他倒是不怕人 可见到这些疯狗却有些担忧 因为人会害怕 狗却不会 雪橇上的四个人手里 拿着家伙 牵着狗就过来了 把车和女人留下 滚 一个人手里握着柴刀 朝张义喝骂道 张义冷冷地看着他们 将每个人和每条狗的位置 收入眼底 然后他迅速地掏出手枪 对准了那些人 几位兄弟 借个路 我不想惹事 你们也别过来找死 黑洞洞的枪口 显然比言语更有威慑力 那些人见到枪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地 往后退了退 张义用枪往旁边指了指 能让让步 徐东村的四个村民 看了看彼此 眼睛深处得力气不减 漠视之下 他们的手上 都是张过人命的 不会那么轻易被吓到 但是他们也不想白白送死 几个女人 对张义苦苦哀求 对张义苦哀求